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節嘉賓繼續來Harry和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問題 Harry 你好 提到大家有什麼股票問題可以打來204-6566 或者電郵到ask at bschannel.com 這節我們接聽的家庭觀眾有鄧先生 鄧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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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新聞5號匯熊 我情況是這樣的 我平均價60.3元 賣匯熊5手 這樣也不兩鏡 是嗎? 不用怕 兩手是實踐 三手是孖展 原本打算暖炒 現在我想看看25號出了新聞 我想看看那個新聞對匯熊的影響 其實是不是這麼大不大 OK 我知道三日後派席 現在股價反映這個問題沒有 反映這個因素沒有 還有呢 還有呢就是說這個 那個25號的新聞 那個影響 反映了這個 匯熊的股價沒有 對匯熊的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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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你說25號那單新聞 有沒有特定是接哪一單新聞 是不是貴金屬那單 對匯熊的 對匯熊的 調查那單 好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 2017年才會調查完那一單 現在股價是57.25 剛才鄧先生也說了 其實有三手是孖展 我想他比較優心是這件事 原本是短線操作的 但是現在股價向下 怎樣部署 怎樣可以做一個風險管理 你好 尷尬一點 真是說真一句 你說的三天是三個交易日 是的 那麼他呢 就會呢 就可能是有個 Announcement 是的 要先看一看 不是隨正 是的 本身是 它是一個Meeting 是的 如果你說是隨正 當然要等它 差三天 但是他不是隨正 我正在看 是的 所以要留意先 我覺得 就算說三天也好 你要等那個 我當它隨正也好 但是呢 其實是三個交易日 你現在夾著這麼多假期 你全部計算的 所以 要本身鄧先生 你先平衡一下 我建議你 不如 等 不需要現在等 跌成六百幾點去沽 其實是10月2號派息 派息 派息 是的 那隨正日已經是8月13號 除了正 是的 所以 本身 如果你說 是 OK 你講的是 OK 因為我以為 鄧先生 你講的是 因為他講的是第三季 再有一次Announcement 是的 那個就一定不要等了 但是如果你說 本身是 你講的是之前 半年那個 半年業績那個 你應該收到到手 其實是 來著10月2號 所以 你現在沽還是不沽 沒有所謂 所以 這樣 等多一兩天 看著 指數 看看他會不會明天有反彈 反彈的時候 如果你說 匯控彈回1-2% 上了58元 你就走 那些孖展 不要等了 因為本身 如果你等了所有交易日 都好 其實我覺得 那個息 那裡 其實都是彌補不回 你那個 本身 正在來的反彈的賺幅 所以 看看明天 有沒有一個行指的反彈 你見他平開 或者 0.幾個% 你都走了 因為 現階段 再跟他捱的話 我覺得 那些虧息那裡 都麻煩一些 是呀 這個市況 是不是都不建議 那些家庭觀眾 或者投資者 做過短線的部署 或者是孖展 因為市房 隨時逆轉 短線的部署是OK的 但我不會借孖展 督手指 這麼落力去炒 因為 現在 譬如說 你當他穿了位 這樣算 你看下去 一定是看大位 202萬點的位置 如果你說 中間要搏反彈的話 我都可能 是用衍生工具 搏兩三百點的指數 所以 我建議 不如鄧先生 你想想 明天如果你趁著市有反彈 其實不如先走那三手貨 都期望明天出現大反彈 我們看看 另一位家庭觀眾 有什麼股票問題 看到陸先生 陸先生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1號 1號長 有沒有股份在手 有 什麼價位買入 他那時候是合了我收到的 OK 有沒有說是什麼價位 你計算 那時候是170多 OK 那你也想問前景 你拿了長實地產 那些 是 OK 好 你也想問公司的前景是怎樣 可不可以繼續拿著 是 好 都見到長和 今天算是比大市好些 股價也是跌 跌了兩元 但是大市跌了超過百分之三 跌幅不夠百分之二 98個百分之二 都想問前景是怎樣 前景我覺得是OK的 但問題是長和也有油 它有客私機能源 所以近期的油價都一樣會拖它的股價下去 但是問題是 下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暫時不如 這位家庭觀眾先保持它 始終現在正在醞釀幾宗交易 即是說它本身在電訊那邊 亦都可能要搞合併的動作 雖然說好像有些阻滯 但是現在 李氏家族已經派出 他最猛的大將 霍先生 走過去搞這件事 如果你說合併之後 接下來的協同效應多 但是這些消息 就要一些時間去演化 所以暫時保持這股份 我看著又不是那麼害怕 比較害怕的是 可能是長實地產 但是現在暫時長和這邊 油價是會拖累它少少 但是電訊那邊 是挺穩固的業務 如果陸先生還有長實地產 都看到長實地產 因為股價跌超過3.6% 還有54.6毫半 其實本港的地產股 是否值得優心一點 因為見到財爺方面都警告 樓市方面可能要擔心一下 113找位走了 他接下來還有些樓股賣的 看下那時候 那個銷情會好些 價有少少反彈 都會走了它好些 因為現在不只是加息的問題 現在是本身的港經濟問題 所以這件事 地產股 我覺得短長線 我也覺得空不過 陸先生還有其他股份問題 還有其他股份問題 1號我想這個價入 有沒有問題 98.7這個價格 再買一點 對了 剛才Harry都有提到 其實有油的東西 會不會都擔心油價 對它有影響 等了利達因素過去 再考慮還是怎樣 我擔心一點 我看市場有機會 有機會會反彈的 但問題是 本身1號可能會試到 97.5這些位置 跌多1-2元才買 我會試一試 在最低的52周低位 才會去罵貨 陸先生可以再貪心低位 才去罵貨 還有其他股份問題嗎 沒有 沒有 謝謝你的查詢 我回答一下店友的問題 看到家庭觀眾方面 Venus Lamb 他就想問 他叫Sherry 他想問 939和1800二選一 是甚麼價位入 兩隻不同的股份 見到939 見行今天的表現跌超過 2.6 做5.1 另外1800方面 就是中交建 9.3.5 今天跌幅4% 其實好消息 有都有 就是法改委再批 三項鐵路的項目 這些股份 其實是不是應該 不應該跌這麼多呢 兩隻我選一百零零 但問題是 是不是現在買的 我覺得 等多一兩天 因為本身 很難判斷這秒鐘 究竟是否跌定 因為都跌六百幾點下去 但A股又浮沉沉 所以 你去買中資股 你就在負責著 這個就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 你不如等多一天 試少少一百零零 概念上 939 還要面對很多的因素 包括 一些企業的問題 很多的債務 大家很擔心 因為 Tracy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國家法改委 那個記者會 令我有些擔心 就是 它本身說 補七左右 那個左和有 是很誇張的 原來它四四五日 6.5也算是左右 所以我怕這些消息 都演變內銀 特別敏感 對這些消息 一個麻煩 大家和你 Price 6.5下去的話 就有些沽壓在 所以 兩隻來說 我覺得 不如買一隻一百零零 你等多一兩天 看看會不會 讓你試回去 9元買到 快達5號 它其實想問 5號的話 很多人問5號 是 5號的話 它想問 在什麼價位可以入 我覺得56元可以試試 還有兩元可以為 好 最後謝謝Harry 你的分析 和你做回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的 好 待會再回來 還有一節問答環節 待會再和大家見面吧